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闪亮登场 欢迎来到月展月泳 大家好 我是来自贵州的不一族黎幽 我旁边座位呢是 我的搭档 歌甜人美的哈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贵州不一族的哈尼 人美我们确实已经见识到了 歌甜不甜 那得唱两句 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 好不好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好 那你就站远一点 我怕伤到你啊 难道是狮吼歌 我独点耳朵 在那儿等着我啊 怎么着 你也会灯伞 我看她的 爱我的 哇 是百怪伞的 比百怪伞的 哇 比百怪伞的 是什么蜜蜜 是六下 来啊 早 他全结束了 杨凯 刚才你们俩的场景 我好像以前在猴山里 还想问呢 就感觉有点过年在庙会上 不然就有人在做游戏 这个呢 我们不一族叫康包 在以前的时候呢 是男女之间的一个姓名 现在的意思呢 就是吉祥安康 它是我们不一族的形象物来现在 祝福送给谁呢 你就把康包丢给谁 然后他就是那个姓名儿 可以关注啊 还有 还挺准啊 我的 你睡什么手 我帮他一点 谢谢你的心意 我们这一次来到越战越勇呢 不仅是要送康包 还要 给我们翻歌 体验一下我们 不一族的服饰 还挺搭的 还挺好看的 可以吗 好看 很帅 好看吗 好看好看 非常好看 那正好我觉得借这个机会啊 因为感受了咱们不一族的服装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这不一族的服装都有什么 含义啊设计啊 这件衣服是我们李优设计的 他设计的衣服 在我们当地 那可是爆款 那我一穿完之后 那不得更爆了 肯定是啊 他设计的衣服 在我们年轻人当中 是非常受欢迎的 他只要一出新款 那我们当地很多的地方 立马就会有人穿他的衣服 所以我们李优老师 准确地说 就是你们当地的服装设计师 是 他是我们当地的男秀娘 哦 秀郎 最早的时候 我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 就到我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老师就想的是 你能不能通过你学的 这个环境设计的知识 然后和你 你是学环境设计 对 那不是学服装设计 是的 他就说能不能结合一下 能把所学知识和咱们 自己民族的这些非议 结合一下呢 我就想到在很小的时候 那些奶奶们 在村口刺绣呢 所以我当时就 按照我老师的这个方向呢 去尝试 结果呢 我们绣出来的东西 也挺好卖的 感觉就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说这么土的东西 怎么能卖钱 那火爆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不自信我觉得 其实外界的人 他们很喜欢的 是的 所以我就越来越喜欢做这个东西 那既然是飞衣传承人 今天还有一些作品 对吗 是 今天带来一些作品 结合着您的作品 我们再慢慢聊 好看 这个好好啊 快给我们一次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的刺绣 就不会像咱们传统的那种刺绣 就是颜色会比较艳丽 就不会那么壮色 不会饱和度那么高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像我们看到这些黄色的 然后都是很软的颜色 就比较鲜 它的灰色度比较高 所以在你这里的第一个尝试的改变 就是先把颜色 对 做了一点点改变 对 这个好可爱啊 所以我们能不能上去看一看啊 中央台男主持人谁最帅 谁最帅 杨帆 杨帆更帅 杨帆更帅 送给你了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配饰 杨帆 你是全全国最帅的男主持人 你现在说的情绪 没有第一遍饱满了 杨帆更帅 杨帆更帅 杨帆你是全全国最帅的男主持人 你是喊累了还是怎么样 有点唏嘘 我告诉你啊 你们说什么都没用 我叫你们一句台词 他就可以把这送给你了 什么 就只有他比尼克玛迪帅 马上就送给你 你别说话了 把那个 把那个男嘉宾给他请了 提了我在这个舞台上 特别不想听到的名字 而且维肥也好看 帆哥特别适合你 太帅了帆哥 你太帅了 好好看啊 上南大学生 火锅你能替我顶一会儿吗 我现在回家了 对对对不起啊 我这肯定弄错了 这不是围巾 你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你跟上啥子 哪里上啥子的呀 妈咪双纱布 你谁说纱布 坏了 李永把实话说出来了 你说实话 你说这话 你是不是觉得我像傻子 没有 你肯定是觉得我像傻子 然后你为什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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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帆 现在是没有镜子 你知道你现在像谁吗 像谁 天线宝宝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帅 不好看吗 我不信 来给我接个镜头看 每次都看到了 我这个造型 子怜好醋 厚爱佳人 是不是 好像代言人 最后其实我想问问 未来还会有哪些规划吗 未来我会想的 会吸收到更多的年轻人 然后加入到我们的团队 心火相传 有了新鲜的血液以外呢 还有就是突破自己 第三个点就是一定要走出去 就是把我们的文化 走出贵州的千三万水 谢谢今天你们来到 乐战友的舞台 讲述你们的家乡文化 预祝你们能够挑战成功 想选哪一组 陈希老师 陈希老师 来吧 来吧 欢迎你们来到一触即发 有请我们帅气的球宝上线 陈希 我觉得你赢不了 从场上的装束来看 你应该是三打二 来吧 吃饱给我们仨出题吧 请听听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 喜从天降 画的是一只什么动物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蝙蝠 乌鸦 喜鹊 蜘蛛 蝙蝠 蝙蝠是指驾蛤蜘蛛 蝙蝠上象中的长寿 我选蜘蛛 因为古代看到蜘蛛呢 就会寓意着有好事发生 喜桌 真的假的 喜桌是有这说法的 以前我唱歌的时候 有歌词说喜桌 如果认为就请做选择 我很奇怪 刚才首宝团谁说的 都已经分析到驾鹤西去了 是我 请准备 三 二 一 真的是蜘蛛 七开得胜 加成一分 那咱们先听球宝 给我们介绍一下 知道题的答案 蜘蛛召席 这一民俗 从西汉就开始了 古人 把蜘蛛称作 喜子 喜虫 定有 蜘蛛籍而百世喜的俗语 喜虫天降 也被人叫做 喜虫天降 真的 请听下一题 请听题 请仔细观看图片 这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浙江墨性 请问 它的制作原材料是什么 这个我们首宝团都放弃了 李游 我想跟你交流一下 好 你再拍的话就得拍了 赔钱 太紧张了 我手心这么看 力量担当 对 我觉得应该是偶撕 因为浙江是江南 然后江南多 多彩年 然后就会偶 特别多 我觉得应该是偶撕 偶撕 你得保鲜吧 啊 啊 那我挂 不行 你不要被护倒 不不不不 相信第一次决 对我相信我相信子决吧 我们看看偶撕是不是正确答案 3 2 1 怎么可能偶撕呢 排除掉偶撕了啊 还有四个选项 马尾毛 头发 黑蚕丝 蜘蛛丝 陈希雪阳 该轮到你们俩搞事情了 蚕是可以吐丝 但是他别忘了它是绣 它不是制作衣服 对 墨 墨想想什么 什么如墨嘛 头上那个青丝如墨 对啊 青丝如墨嘛 头发啊 我觉得像头发啊 不一定对啊 但如果是头发的话 我们得用多少人的头发啊 不不不不 头发它有自然脱落的 就这两个我觉得是 马尾和头发 一更倾向于哪个 我可能更相信头发 相信队长 来 头发是正确答案吗 三 二 一 真是头发啊 真是啊 可以啊 对不对 你看嘛 要相信队长 还不谢谢人家队长 没有 没有 刚才他们聊的时候 我突然听盛伟说了一句 头上的青丝如墨染 我们快把书当如有 有着密集 哎 定格大 他对黑色的东西都很敏感 比如黑松露 那这道题头发是正确答案 接到了答案 请我们加上一分 四 耶 那我们也来听球宝 给我们介绍一下标准答案 墨绣 又叫发绣 是以人的天然色泽发丝为材料 以针为工具 在绷平整的布脖上 湿针 镀线 创造形象的艺术 用头发作为原材料 利于恒久保存 环帆 我突然想到 小泥之碎 头发少 是不是墨绣的供火商 不能 谈了头发带卷了 不好用 好 那这道题 首宝团接到之后 目前就又打成平手了 是的 回到同一起跑线 请听下一题 请听一题 世界上最早的缝纫机 发明出来 是为了用于制作什么产品的 双方还都客气起来了 抢啊 最早用来做了 抢吗 好 首宝团 你们不拍 我也拍了 我蒙了 我也蒙 你随便蒙 好 那我就蒙一个了 牛仔阔 为什么 蒙呢 来吧 姐弟同心 齐力断肌 我们来看看牛仔裤 是不是正确答案 3 2 1 回来吧 因为最早的那个牛仔裤 那个缝纫机开始有 对对对 在美国农场主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做的那个牛仔裤 是最早的 陈欣 你知道你和盛伟最大的区别 是什么吗 啥呀 就是你错了还敢分析 但是我确实我想的有道理解分析 上鞋不用锥子 真好 缝纫机的真多好 你们敢选鞋吗 我选皮鞋 我们选皮鞋 真心的 因为最早的时候 在工业革命以前就有缝纫机 他应该是手摇式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缝那个皮鞋的那个 外缝针 所以我选他 你赢了 你问问盛伟 他知道工业革命是什么吗 工业革命我就是这个 他就是工业革命 你就已经落球了 来 我们看看皮鞋是不是正确答案 三 二 一 真的是 对了 我这是 好 来 请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1790年 英国人托马斯 获得了第一个完整的缝纫机专利 首先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 先打洞 后穿线 缝纸皮鞋用的单线链式 线技手摇缝纫机 不好意思 这道题我们答对了 我们挑战团加上一分 领先了 再接再厉 好吗 毕竟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 请评下一题 请听题 请听题 成语如火如荼 形容大规模的行动 气势旺盛 请问其中的图指的是什么颜色 我觉得应该是黑色 白色 它是一种植物 它是植物上的那个毛 你确定好 红红的 对 你选白 你选白 行 那我们来看看白色是不是正确答案 3 2 1 这是白色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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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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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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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这要接不着 接不上 可以 非常地淡定 接到了球 接到了答案请我们加上一分 来吧 最后一道题 决胜局了 请听第五题 请听题 这道题和盛伟有关 又有猪啊 大师兄 中国首款3A游戏 黑神话悟空 其中取景地 大部分来自哪个省的人员景观 这个太阶段了 这个送分题 这个送分了 送分题这是 直接去吧 山西 你开头就 抢了人家的球 你开头就 那我 那我 你去吧 来吧来吧 还记得那个孩子吗 我记得 你们现在 要绑架我是吧 要绑架我 孩子希望我赢是吧 真懂事 陈希 就看你懂不懂事 你们不能这样 要不你来吧 陈希老师 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 就是看怎么证明 陈希 因为这期节目 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基本 人设就已经定在这儿了 我就是个恶人 是吧 好吧来吧 请做准备 3 2 1 1 哎呀 哎呀 水了吧 接住了 自己松了一下 不是 我跟你说 演技这么长 不是 我跟你说 刚才我一点不骗你 我都看见 那个大球在动了 明明接住了 手一松就弹出去了 那个大球一直在转 我就等那大球 我一直这样 然后突然泡下一小球来 你们 陈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你就为了小朋友 在节目里这么没有原则 我不能伤害孩子的心 那你就显得我们设置的这个角色 就特别没有意义 不是 不是 如果你们不来 人家自己来参加不挺好的吗 你怎么体现出你的实力 我这么没接吗 我这么没接 我跟你说 真的毕竟你们三人一会儿 我也没 我还没啥可说的了 来吧 那现在名牌了 来吧 三 二 一 哇 好厉害 我怎么感觉你是拿嘴一个咬的 不是 不是 他很难连接的 祝贺你们 祝贺你们 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据不完全统计 黑神话悟空 在各首市三十六个取景地里 山西独占二十七个 哇 厉害厉害 那这道题 我们选对了答案 接到了球 祝贺你们成功晋级 哇 欢迎你们来到第二轮 巅峰对决 现实快问快答 奖品逐步升级 180秒内 挑战方通关 则可赢得惊喜大奖 欢迎你们来到巅峰对决 由于在之前一轮当中 答对了三道题 所以你们首先起始的位置就是第三个 如果打通关的话 不仅可以带走地上所有的礼物 还可以带走奥克马提供的冰箱 洗衣机和彩电 哇 祝你们好运 好吗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来 三 二 一 开始 请问 郭水节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 带桌 正确 请问 我国每年的教师节是在哪一天 九 九 十二 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九月十一 二五 九月十日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是哪一座峰 朱木兰老峰 正确 请问 鲁是我国哪个省份的简单 山东 正确 请问 被人们称作通天河的河流是哪条河 慢点 慢点 金沙 金沙 金沙强 咱们统一了 来 金沙强 错误 和和和和 来 现在是你们答题 请问 夫妻双双把家环中的夫妻指的是董勇和哪位仙女 妻仙女 正确 请问 沿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我国的哪个省 黑龙江 错误 吉林 交换 请问 发现过海的故事里用常见过海的是哪位神仙 吕东边 正确 请问 亚太地区是指亚洲和哪个大洋的周边地区 一路洋 错误 太平洋 交换 请问 人体呼吸系统是由呼吸道和哪个内脏器官组成的 废 正确 请问 白银娘子为旧许仙引来大水淹了哪座寺庙 灵影寺 错误 金山寺 我们都没反应过来 你等一会儿 请问 孝天犬的主人是哪位神仙 二郎神 正确 请问 紫月道普同的下一句是什么 互相为盟 正确 请问 山城是我国西南地区哪座城市的银座 正确 请问 溶洞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哪种气体在起作用 哪种气体 三 二 一 没打上 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二氧化碳 来 交换 请问 夫妻废片是我国哪个菜系的代表 穿菜 正确 请问 一般而言 将戒指戴在中指上 表示什么样的情感状态 定宽 不是 单身 作物 恋爱妆 交换 请问 小数点后的第二位是什么数字 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七九八九四六 人问你第二位是哪个 三点一四 正确 多残忍 又到我们这里了 不是我 主要是他 主要是他 你们俩多残忍 要不然干脆就不要让人家进第二轮 进了第二轮 最后一秒 把人家的礼物给拿走 没事 没事 学友 我发现你跟陈希打火之后 你学坏了 开玩笑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对于比赛的尊重 对于对手的尊重 认真答题 才是 对方最希望看到的 对吧 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所以不好意思了 虽然最后把奖品给你清掉了 但是我们依然有纪念品送给你们 来 首先是 我们要送上 紫离好醋 本节目由 粗都上品紫离厚道的 山西紫离醋叶 独家冠名播出 紫离好醋 厚爱佳人 另外还要为你们送上 佳佳仪洗衣液 佳佳仪 顽固污渍没问题 本节目由 顽固污渍没问题的 佳佳仪洗衣液 特别赞助播出